1949年11月 周总理开始住在中南海的西花厅 一直到他去世 周总理在西花厅生活和工作 整整26年 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大院的西北角 是清末孙统年间修建的 旧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 西花厅原本是清末皇帝溥仪的父亲 涉政王在风住过的西花厅 自从周总理住进西花厅 这里始终保持优静、美丽和朴素的风格 后院是周总理办公室和居住的地区 周总理的办公室就在正房内大约有30平方米 他的办公室没有特别的装修 非常简朴 房内放满了一部部的电话 另外还有随时休息的小床 可以想象当年的周总理公务是多繁忙 周总理对于公务上的保密问题 几十年极为重视 邓大姐曾经说过 因来同志知道的党和国家的机密是很多 我们之间仍然是顺守纪律 他不说我不问 我不说他不问 例如我国第一伙原子弹爆炸时 他也向我保密 周总理的办公室都定有极为严格的保密制度 他的秘书们都说周总理是密不透风的 这一张大字报 就是总理身边的一班工作人员写给他的 就是提醒他 无论多忙都好 一定要多些休息和注意身体 当时就是1967年的2月3日 是总理最忙碌的时候 我想想想那时候 总理应该都年近70了 在这样的年纪 他仍然都是努心努力为人民服务 周总理每日在办公室工作成十几个小时 不过他偶尔都会做一下运动 办公室旁边有一个活动室 室内有一张乒乓球台 有空时会有警卫、秘书或医生陪他打球 不过周总理又被曾经受伤 所以他平时打的其实是和平球 办公室向东行是客厅 是周总理用餐和休息的地方 在西花厅多年来就只有周总理的侄女周炳德 和他的弟弟妹妹曾经在这里住过 就再没有其他人在这里住过了 在客厅的一边就有一张理发椅 是方便周总理平日整理而用 作为国家领导人 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因此周总理是十分注重而表 周总理喜欢海塘花 每年初夏 海塘花盛开 院内方向四日 邓大姐曾经说过 你偶然看到海塘花盛开的院落 便会爱上海塘花 亦爱上这个院落 虽然周总理世世多年 每年民间 仍然有举办纪念周总理的活动 为什么人民总是 乐意不绝地悼念他 我终于明白了 周总理一生廉洁自律 为国为民 鞠躬尽随 死而后矣 难怪人民总是对他怀念不矣 热情不减 周总理廉洁自律 亦都要求他的家人 和身边工作人员 同样要严守纪律 他自己有一套家规 例如 一 晚辈不能雕下工作 专程进京汗望 又好像 五 不许请客送礼 六 不许动用公家的车 九 在任何场合 都不能说出特有关系 不要炫耀自己 周总理经常以身作促 因为他明白到 任何腐败的政府 都必定会走向灭亡 当年 和他一起起草修订 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 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 还有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 和秘书长习仲勋 亦都是当今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父亲 习主席一直秉承着 第一代革命领导人的精神 周总理出生的年代 正是中国被列强欺负的年代 当时的年青人 个个都有一伙爱国心 好有抱负 希望我们中国可以富强起来 而集合了中华传统文化 和优点于一身的周总理 在他身上 就正正反映出 当时第一代革命先烈的精神和抱负 周总理是属于中国的 亦是属于世界的 他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为促进世界和平 作出重大的贡献 1953年 周总理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 这时他第一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内容是 1.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2. 互不侵犯 3. 互不干涉内政 4. 平等互利 5. 和平共处 1955年 在印尼举行的曼隆会议上 会上发表的和平宣言 也包括了这五项原则 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 促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友好相处 周总理还先后几十次 在欧亚非地区访问 将和平友好的种子 撒向全世界 在国际社会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直到今天 世界各国很多政要 仍然非常敬重周总理 他真的做了很厉害的 去成为一个更平坦的世界 他在当时代表中国人民共产党的利益 但同时他在讨论整个区域的利益 我的影响是说 每一个人我们不一定要争取 自己一定要做到最高的位置 我认为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位置 无论你是辅助或者是配合 其实你都可以发挥到你的角色 在现今变幻莫测的世界 我们更加要了解自己的历史 认识自己的民族 热爱自己的国家 虽然我是在香港土生土长 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在香港最困难的时候 周总理他们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 周总理一生廉洁自律 大公无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其实说周总理是可以由很多不同的角度 很多不同的方面来说的 例如他如何成为一位伟大的外交家 军事家 政治家和革命家 还有他和他家人 他的下属 和他朋友之间的感人故事 每一段都是有血有泪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很快可以和大家继续分享 我说周总理 周总理 周总理 在你的胸前写下 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爱 我在你手中 用你的眼睛诉说 你是这样的人 无语多想 无语多问 我就是这样的人 不能故乡 无语多问 在你身上 用你的微笑回答 你是这样的人 是这样的人 记得点赞 订阅 分享 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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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说